一名白衣男子拿着球棒走进蓝色铁门的店家 没多久又另一名男子先朝铁门打了好几下威吓 冲进店家 几名白衣男子进入店里后 巨大的声响 惊吓到本来正在喝茶聊天的店员 所有人全部站起来往后退 白衣男子指着人大骂后 下一秒开始狂砸冰箱和桌椅 任何地方都不放过 桌子玻璃瞬间碎裂 店家吓得赶紧报警处理 店家遭受攻击后 桌子玻璃四处喷飞 一旁木桌插点断成三结 桌上的筷子和锅碗全部被打翻 电风扇零件脱落 小客车车窗都被敲碎 当放玻璃也碎成蜘蛛网状 被砸电的这间车行位于新北市泰山区 由于店家7月31号晚上才发生一起债务纠纷 一号晚上10点又遭5名男子上门杂电 警方怀疑两件事情有关联将调阅周边监视器 还原事情经过 5人也自行到派出所投案 全案以防汗秩序及毁损罪移送侦办 只是店家不来晚上好好的聊天 却遇上杂电意外 虽然都没有受伤 但恐怕也吓出一身冷汗 华氏新闻也有拿陈之学新北报的哦 你好我是宋彥铭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可以上LINE贴图小铺 来购买华氏主播的官方贴图